西班牙日前遭遇一场号称半世纪以来最恐怖的洪水 许多人失踪死亡 如今洪水退去后 国王与王后一起视察灾区 没想到却出现这尴尬的一幕 身穿深色羽衣的国王菲利佩六世一边走路 身边出现谩骂声 身旁的保镖拿出雨伞抵挡民众的泥土攻击 原来周末国王与王后雷蒂西亚视察灾区 有现场民众按捺不住他们的愤怒 不断高喊杀人犯 更有人向国王丢直泥巴泄愤 保镖在当下试图保护国王与王后两人 不过王后雷蒂西亚的脸上及头发依然沾有泥土 还有保镖脸上有血迹疑似被物件击中 相比之下西班牙王室官方释出的影片中 仿佛只呈现国王王后勘灾 受到灾民欢迎场面感人 看起来与现实情况有极大出入 有许多灾民向国王或王后表达不满 现场一度非常混乱 西班牙民众之所以这么气愤 是因为灾区的居民认为 政府在处理紧急灾难的速度过于缓慢 导致本来应该分秒必争的警报 足足晚了12小时才让居民知道 加上警报用词非常模糊不清 导致人们无所适从 进而浪费黄金撤离与救援时间 令很多人在水灾发生时死亡或失踪 夜晚里民众敲打锅碗瓢盆表达抗议 西班牙水灾引发的抗议示威不断 总理桑杰士出面解释 抗议只是极少数的案例 大家都倾向团结震灾 对此由西班牙议员看了直摇头 认为国王访问受洪水袭击的巴伦西亚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认为西班牙当局没有听取任何警告 并指政府的反应也值得怀疑 人们的愤怒是合乎逻辑的 怀语新闻吴光辰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怀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